自己的话别点一顿餐具 这些是我们家的米饭盆是吧 餐具这个小板批小您吃的不都吃 好好好 然后口味您都吃 头一次来是吧 那吃微辣吧 不行不行 不都能微辣 微辣肯定不辣 啊 我们家微辣比别家辣一个度呢 你是四川的辣还是咱们北方的辣 嗯 北方的辣 那不行 那我要四川辣 咱们父老相亲是无聊 我适应得了 哈哈 那就中辣吧 好不 有中辣吗 有 我们在胡同里藏着一份必须打卡的红油冒菜 尤其是冒菜香 让你不出季线就能吃到正宗红油冒菜 做美食如同做人 必须蒸菜式料 烧到这个冒菜 季线冒菜 咱们去体验一下 这个冒菜能不能吃出这个成都的味道啊 咱们现在过去 大概是五公里 五楼广场 咱们现在这个广场呢 溜的一圈啊 这个古楼啊 清代的建筑 这个就是济县老城区最热闹的地儿 就叫古楼广场 这个小广场呢 不大 也都是仿古的 这么这一圈啊 都是仿古的建筑 咱看这个牌楼 紫棋东来 这个牌楼 牌楼盖的还是比较好的 像咱们这个一周的这个仿古的建筑 也都是 也都是 以这个 咱们看看啊 最开头的 最开头的杨国福麻烫 烤鸭包子 鸡公宝 这一圈基本上都是吃的 这一圈也都是遛孩子啊 遛孩子的好去处 现在这小朋友长得真高啊 这个也就是一米五年级的五六年级的这么一个年纪 好 身高长到了差不多是一米 没有一米六 我也得有一米六三了 咱们看看 上面写着牌楼 上面写着山乐 是吧 松丰 这个这一圈底上都是 螺蛳粉 麻烂烫 香锅 麻烂香锅 过桥米线 那么这也是有一个地下的超市 地下的商场啊 刚下完雨呢 这个凉风 从山上啊 北边山上 清风徐来 吹在身上还是挺凉快的 找到了秋天的感觉了啊 前几天这边特别的闷热 这也是有个瑞幸咖啡跟华莱士 牛肉板面 自助火锅 李先生 90%啊 都是吃的 看这边呢 有霸王茶几 那边是有几个卖鞋的卖服装的 咱们看看这个古楼 这就是 季县的古楼 也是一个古建筑啊 那么这个古楼广场呢 正中间啊 有一根旗杆 这个旗杆啊 不比天安门那个旗杆矮啊 这个广场的两侧啊 这一侧呢 一到晚上 大概是下班时间 比如说六点多 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 两边就是会成为一个夜市 这还有公交车啊 533路公交车 那么咱们也是到了这个古楼底下了 这个季现在以前叫鱼羊 相传这个鱼羊皮股动地来啊 就是从这个前边有一个独乐寺 是辽带辽宋时期的 完全是木制的古寺庙 传说这个安鲁山就是从这个地儿发动的 其实并不是啊 其实它是从范阳啊 范阳就是现在北京地区啊 就是北京城区西 大概是西南方向 唐朝那会儿北京叫范阳 那么这是鱼羊 那么这个也是天津市的历史风貌建筑啊 也是重点保护单位 重点保护古迹 这个小县城还是挺好的 挺不错的啊 你像 放眼望去 如果没有这个旗杆的话啊 看这些古建筑还真以为回到了是吧 辽宋时期呢 这边是晚上是夜市 那么这边呢 就是步行街 这广场上也是长期的有这个警察在站岗啊 好的咱们现在就过去吃那个麻烂烫去啊 这个小县城还是挺好的啊 这个北京周边啊 京津地区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季县弄的还真不错 而且呢 季县人啊 我个人觉得是很包容的 因为我之前来过两次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有那么两件事吧 第一呢 我去一个面馆吃饭 这个面馆啊 我吃吃吃 这个面馆人均大概是20左右吧 有小莲菜 肉菜啊 什么卤牛肉 乱你妈有包吧 之类的 吃碗面要个小凉菜 怎么着也得20左右了 并不便宜 并不十分的便宜啊 然后我吃着吃着呢 有一个老头 胡子花白 煮着拐杖进来了 目测怎么着也得80以上了 然后呢 他给老板 给他一块钱还是两块钱 我忘了 就是很少啊 很少的钱 超不过两块钱啊 然后呢 他也不点菜 就直接进来 给老板两块钱 或者一块钱 然后他就坐那了 一会儿啊 这老板就给他端来两个 两三个大包子 然后一碗小米粥 哎 我说 我说 我心想啊 你这个 这钱也不够啊 俩包子就得五六块 一碗小米粥就得 是吧 两三块 那怎么着 这个 这顿饭也得差不多 也得十块钱啊 因为他那个包子的肉 可能是肉的啊 肉包子 而且他不是那种小笼包啊 是那种大包子 大罐了 后来我 我就问这个老板 我说 这个老头吃完走了 我说 这个老头怎么 就给您一两块钱啊 然后他说 他在做慈善 就大概这个意思啊 做慈善 这个老头呢 就一个人 哎 每次老头过来呢 他也收钱 为什么收钱呢 象征性的收钱 主要呢 还是为了帮这个老头 哎 我就 从那个事啊 我就觉得这个 季县人挺好的 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 这个季县啊 对这个做 做小摊小贩啊 是比较那什么的 是比较包容的 好 咱们到了这个地儿了 我们进来看看 扫一扫 还送个瓜嘴 你用把灯给您开开吧 不用 我这吃完我就撤 我也是怕开灯 要有个小锤 不用不用 我先点 一次性餐具 还得点啊 你自己是吗 自己的话别点一次性餐具 这些是我们家的米饭盆是吧 餐具这些小板批小您吃的不都吃 好好好 米饭一碗 米饭一份都行 然后这些免费蓄的 我是怎么点 点这个加号就行吗 嗯 餐具别要了 这些是小盆吧 哦 先先减 不 讲号就没了 然后米饭一份都够了 然后就是这免费蓄 牛油 蔬菜打底 里边是家常一些青菜 您要吗 都要吗 蔬菜打底 家常菜 我可以点吗 家常一些菜 你知道 那个豆芽 土豆片 金针菇 王菜之类的 也可以单点什么 您单点的话 就是没有这些菜 就是你知道 供菜啊 哦 行 我明白我明白 那我就点这个 嗯 然后就是冒烤鸭和冒牛肉 是我们家招牌菜 烤鸭的是外苏里嫩的皮脆脆的 里边肉奔嫩的 不要烤鸭 牛肉是怎么选择 牛肉是鲜牛肉现切腌的那种 鲜牛肉切的 不是冻牛肉啊 是手工切的 十九二两 对 二两 那我来一个二两的 十九二 大块的话也就三块 小块的话超过五六块的 人家手工的有大块 没关系 啊 然后口味 你能吃 头一次来是吧 能吃微辣吧 不行 不行 不用那微辣 微辣肯定不辣 啊 我们的微辣比别人 再辣一个度呢 你是四川的辣 还是咱们北方的辣 嗯 北方的辣 那那不行 那我要四川辣 咱们父老相亲 适应不了 我适应得了 哈哈 那就中辣吧 好不好 有中辣吗 有 怎么点啊 选择口味 中辣 需要加麻吗 这个好 加麻 多麻少麻 少麻 中辣加麻就好吃了 中辣加麻 对 然后您看看 行 那我点腰花 然后我来几口的 香葱香菜之类的 那一颗辣椒 什么都要 什么都要 那行 行 那我慢慢点 好好 牛肉 冒牛肉 十九二两 百叶什么 就不要了 鸭茬也不要了 鸭茬虽然不贵 二两不贵 十二 但是据说前两天不是有那个鹅茬吗 你来这个吧 手打的这个牛肉丸吧 甭管是淀粉的还是鱼肉的啊 咱们来一份吧 辅竹 宽粉 面筋 然后水 一个两个一汤 温度 然后咋冰咖 然后咋冰咖 封面面 那是四十九的啊 对这四个人呢 那是四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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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竹 十元 黄瓜 海带苗 黄瓜菜 小酥肉 来一份小酥肉吧 咱们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哈 可以了 五十五 咱们看看 点了五十五 一共八个菜 小酥肉 小酥肉一个 手打牛肉丸 五个 十块 少麻中辣 牛肉二两 米饭 红油 然后蔬菜打底 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 微信付款 允许 不允许吧 这瓜子还不错 一点都不稠 这种是五香的瓜子 还挺脆的 好的菜已经上来了 先给一盆米饭 不够可以续的 但是晚上这点肯定是够的 中午肯定不够 因为我一天没吃饭了 就是只早上几点吃了两个点心 然后一袋牛奶 就相当于没怎么吃饭 咱们看看它这个 这一大锅 这一大锅不小的 咱们先把筷子给它涮一涮 筷子 上边有漂白剂 硫磺熏的之类的 这个豆芽 给它搁这小碗里 咱们量一量 咱们再把这个牛肉丸呢 据说是潮汕手打牛肉丸 两块钱一个 然后我刚才挑一个 这是蔬菜啊 打底的蔬菜 咱们再挑一块牛肉吧 哎呦 这牛肉啊 是这种厚片的 厚的 好 配上这个米饭 咱们就要开吃 咱们先来一点米饭 这米饭看起来也很不错 这种 干米饭 稍微有点发黏的米饭 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的 这个味道相当的不错 一股麻辣的味道 这辣劲也十足哈 来一盒米饭 这个红油上 还飘着一层芝麻 咱们看 飘着一层芝麻 青菜 再来点米饭 一般晚上啊 是不吃主食的 但是刚才爬山呀 消耗热量太多了 这个牛肉串 这牛肉串也挺好的啊 很筋道啊 这牛肉串也挺好的啊 很筋道啊 小酥肉应该是吃脆的 别有一番风味啊 比那种脆的更滑嫩啊 也挺好吃的 这老板啊 送了一杯冰的豆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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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